嗨 你好 我是蔡康永 拜托拉学妹做最走心的街坊 给最优秀的大学生 拜托拉学妹 你人生到现在演技巅峰是哪一刻 学长 您好 是上高中的时候 主要拿手机 就是一本书 然后把那个中间挖空 把手机藏在里面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老师就走在我后面 那一瞬间我感觉我的心都要跳起来了 下一举一粒 然后我迅速地合上 然后把这个书放到桌洞里 然后 啊 我是你 啊 我在学习吗 那你有最老学感到我了 啊 有 知道我们套了以后 然后他就翻我们的东西嘛 然后就把那个书架一个个打开看 然后前半的那些好几个字典都被收走 拜托拉学生 你最想在多少岁退休 你退休了之后想做啥 我希望65岁 学妹你好 我现在就想退休 我现在就想退休 我对工作并不感兴趣吧 想享受一下生活 我真的叫什么 看完书 养养猫 探探琴 我觉得很有意义啊 因为你看书多了自己会想写 弹琴多了自己可以写曲子 然后猫养大了还能陪你玩 在退休之前我就想准备了 可能会打几年工 买市场买套房子 然后就退休 退休了之后 因为我一想说就不出去 不算唯一吧 只能缩饰生活的一部分吧 大部分时间还要自己做饭 洗衣服 炒菜 把家务打理好之类的 我只是想现在退休 肯定不可能现在退休 现在退休我只能喝西北风 拜托学位 男朋友什么特长最重要 学长您好 我觉得腿特长最重要 因为我个子比较高 所以我喜欢腿长一点的男孩子 多长的腿长可以上的 身高一米八五五左右吧 很少一点看一看一看一看 我觉得我美就行 自己的生机 么么哒 就像他那样长得丑一点也没事 但一定要高一点 舌尾卡还有什么样子 有点才艺吧 会拍照片啊 会摄影啊 你觉得那个 是什么样的学长 问你这样的问题 可能对我有兴趣的 不然谁闲的 问你这样的问题对不对 拜托啦学长 最近这个微博挑战特别火 你敢接受挑战吗 学妹你好 感恩 1 1 3 2 挑战开始 校长说 校服上除了校徽别别别的 让你们别别别的 别别别的 你非得别别的 挺简单的 挺简单的 校长说 校服上除了校徽别别别的 让你们别别别的 别别别的 你非得别别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有一点难 一部分男生 应该不能挑战成功吧 超难强度的好吗 超难强度的 人要是行 干一行 行一行 一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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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干哪行都行 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 一行不行行行不行行行不行干哪行都不行 难度反正难不倒我了 拜托啦学妹 女生在夏天会有一些什么小尴尬呢 衣服比较透 可能会很尴尬 学长您好 会太粗或者说是头发会有 我穿吊带的时候不知道会露出来啊 还有走光 那是什么处理的犯人 穿长屏 就不露呗 那你觉得 你今天问你这学长会是什么样的人 他可能是一个直男 然后不了解女生 你跟你男朋友约会啊 晚上跟你见面的时候一身汗臭的 那我当然是让他回去啊 就很不尊重我啊 就很不尊重我啊 你跟我约会 你为什么还会一身汗臭的来 那当然就会 对 拜托啦学长 最近复联4不是在上映吗 就是如果你觉得剧透狗该不该骂 我觉得不该啊 我特别享受被别人剧透的课程 哈哈哈